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 华文新势力 现在的F35的生产供应量 来不及供应了 排队排太多了 德国的改变态度 这个引起了法国 非常的不愉快 因为当初他们欧盟 有个共同的商定 就是说欧洲人买欧洲的车 但是欧洲人买欧洲的战机 结果德国在这一次 就违反了他们的协定 为什么因为欧洲的战机 如果失去他们的 国防工业的发展基础的话 那完全依靠美国 那这样的话未来 整个欧洲的国防 就完全依靠美国了 对本来是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是要共同开发一个 未来空中战斗系统 说2026年要首飞的 可是呢 那你德国订单一旦减少了以后 那它的本身的生产量 就会减少 然后还有研发经费也会不足 那这样的话 这样子对于整个欧洲来说的话 它自己未来的战机 你完全依靠法国 因为法国是中等国家 一个中等国家 怎么可能发展出 这种未来战机 来跟中国大陆 跟美国来竞争 因为中美两国的 这个本身的需求量大 然后这个经费也够 研究人才也够 那对于一个中型国家的法国来说 它根本做不到 所以它需要欧洲团结一致 可是德国的这一次背叛 这个对法国来讲是很大的伤害 澳大利亚的撕毁合同 已经重伤了法国的海军的建造能力 现在德国这个订单又抽单 这个对于法国的空军的能力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啊 可是那问题是 现在没有办法如约交货的话 那美国要怎么去跟人家交代呢 对不对 你看目前F35战机全球使用的国家 有德美 英 义 挪威 荷兰 丹麦 日韩 澳 以色列等等 那么偏偏如果说 它没有办法如期的交付 当然落马的发言人有讲 147到153架的速率 每一年是这样交付 可是真的这支票开出来 你觉得美国真的就会兑现 没有兑现的话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一个 其实美国的生产效率已经算很好了 美国战机你想想看 它一年能够这样子生产一百多架 其实那已经是相当的有效率了 很快 可是问题是平管 因为你这种战机 它太高性能了 而且它的造价太贵了 接近三亿美元了 两亿多美元 原本的预估是一亿五千万 本来是一亿 然后川普说我只能用八千万买 但是后来它因为功能 一直在增加的时候到一亿五 那现在已经到两亿多来外销行了 好 各位想想看 这样一个战机要交货之前 一定要全机要做测试 这次测试就出问题了 对 这次测试就是在做这个悬浮 这里 对 悬浮 在做悬浮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因为这个画面我看了好几遍 它在做悬浮的过程中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了 因为它是死量喷射的嘛 死量发动机 一出现问题以后就摔下来 摔下来以后还好 因为开始在滚翻的时候 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弹射商 直接弹出去 它已经是在地面上弹射了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很高 那么下来的时候 那个伞都还没有完全张开 是忍得下来 不过这个飞行员 这个位飞行员是 烧效的飞行员是非常有经验的 这么有经验的飞行员 它本身在做测试 这个飞机的时候都出问题 各位想想看如果说它的品管做不好的话 卖出去那不知道要摔多少架 目前F35是我们看过新飞机摔最多的一款战机 至少三架以上了 什么 最少已经摔了三架以上 真的喔 那这样子其他国家的订单要不要抽回啊 不会他们还是反正每个人 没有得选 没有得选的 因为没有第五载战机 只有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供应 那法国跟俄罗斯是四代半 所以加拿大的国防部长也说短期之内要采购88架F35战机 所以这个韩冰 那这个就算是再怎么样的话 照样 照样还是要买就对了啦 那虽然尽管富比是有讲嘛 洛克希德马丁可能无法如约 2027年限期开始交机 没关系 他们反正订单到手了 美国最开心了喔 那可是 现在我们来讲 那韩冰美中舰载战机 F35如果对上是尖35的话 大陆尖35到底这样子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厉害呢 尖31 应该是这里啦 对 对 FC31啦 来比一下 这要怎么比较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尖31是民间给他的称号 因为他还没有正式成绩 所以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缘号 那FC31 现在就是中国大陆他们一直在评估这个战机 其实本来有一阵子说 甚至想要把它作为出口战机出去 那他们还是在做各种考量 因为他本身 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如果他要用他大概就是把它当建载机用 因为他相对比较小一点嘛 因为歼20太大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是 他还是不断的在改进 那他因为他是比 就是歼20更后面才慢慢发展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改正 就是过去歼20可能犯了一些错误 他可以再去做修正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他没有出来这里 出来的话 他应该是更先进的一个东西出来 那问题是歼31 我觉得假设真的有歼31东西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他要成功的几率 其实是会比美国的F35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F35他想包含所有的东西 空战也要包含 对地作战也要包含 舰载机也要包含 短舱几件要包含 他包含了太多东西了 所以他的技术含进量太高了 结果就是问题一大堆 像你看他2015年就已经开始装 就是正式服役的第一架F35A 到现在B型居然还在测试当中 已经多久了 然后全世界你看到现在 全世界已经服役了也才800多架 表示他每年最多最多彩量 就是100架左右 所以我跟你保证他一定会跳票 根本不可能做得出来 是 买乎啦 你来不及 这个还是要扣掉其他因素状况下 你都做不出来 更何况他现在订单持续增加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其实不急 我慢慢做 然后有新的技术我就再灌进去 那而且其实 殲31是相对一个比较小的飞机 所以比较小的飞机 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多 他当然你如果要去比载弹量 因为F35比较大 所以他的载弹量航程 可能都会比较好一点 可能问题是他相对背的装备比较多 所以他的问题也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 当然第一个你还没有正式出现的东西 你要去比较 很难做比较 可是我认为 与其 你仓促推出之后 不断的在那边debug 老讲F35比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可能等到正式程序 可能要到五年十年以后 那你等到他所有能够交完 你知道美国自己光订 就订了2500架 是 美国到现在服役了不到五分之一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交机形成可能会拖到 19 20年之后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本身没有意义 美国基本上 他光是要生产 然后把妥善率改正 恐怕都是要十年之内 都很难克服的一个问题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只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